请接牌 数位发展部接牌 不只是熟任部长唐凤 就连总统蔡英文和苏贞昌 都到现场致辞 因为今晚势力持续的进行复合式的资讯作战 我们要打造更高层级的国家治安联防体系 未来将整合电信资安等等五大领域 统筹数位基础建设 只不过因为新招聘的600人当中 有半数是约聘 被质疑是在阳网军 讲到一切依法行政 此外日前台南杀紧案震惊全台 洪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也在脸书上有感而发 他写到徐郭勇和蔡清祥 两位部长从2018年就任部长至今四年多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难辞其咎 应作为能作为失位素餐的官员 你们还有颜面待在位子上吗 这件事一定要有人负责 一定要有人下台 国力全开 对此苏贞昌则是替两位被点名的部长还下 面对批评苏贞昌表示徐郭勇和蔡清祥都积极处理相关事宜 杀紧案余波荡一样 苏贞昌力挺要尽速直线 华逊外山黄胜台北报道 我是温宜选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